哈囉大家好我是琪琪 我是阿姨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在地同盤粉絲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GO 今天吃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一間在阪橋 它叫閩食小站 那我們點了這個是羊肉乾麵大的 一碗才70塊 你看這麼大碗 然後它的這個是羊肉片 然後我們自己也另外點了一個荷包蛋 它麵真的超多的耶 而且這個下面也有高麗菜的喔 這個還蠻棒的 蠻多料而且大碗的話是90塊 但我覺得CP值超高 來囉 荷包蛋 喔 你看不好吃 好 我先來吃囉 剛剛有放一陣子的 不知道麵有沒有爛掉 哪有 不假的 它羊肉超香的 它是應該有加一點點湯進去 它是有那個 當歸樣 有沒有當歸 當歸的那個味道 超香耶 它中藥味比較重的 而且它那個配上 不然的時候真的超濕潤的 它本來就有點濕潤的 所以它沒有很乾 高麗菜也是有配上一點中藥的味 然後它羊肉超好吃 你等一下吃你就知道 吃瓜 然後辣椒是會大 我都說是會大 那就再惹我們會大 唉唷 對 聽了我都流口水了 我真的超熱的 那我們先吃另外一個 這個是 羊肉飯 我是點小碗的 加那個半熟蛋 而且羊肉很多耶 我已經爆了 欸 感覺很厲害耶 我覺得這也很厲害 唉唷 這個蛋液 然後我現在很怕它流出來 你那碗是多少 我這一碗是50 我覺得很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 然後這是有配薑絲的 趕快吃一口 嗯 幫你配 真的很好吃 然後它的飯是粒粒分明 不是那種 黏黏稠稠的那種 沒有煮太過 羊肉也不柴 而且羊肉很怕有羊燒味對不對 它不會有 它就是 中藥味偏重 我覺得如果是 跟我一樣喜歡吃 中藥味比較重的羊肉的話 會喜歡 然後 它沒有那種肥肉的地方 喔 而且它每一口都可以咬到 中藥味的那種感覺 這超讚的耶 我還要點一碗 薑絲羊肉湯 這個羊肉湯的肉片 超大 超浮誇的 雞也很浮誇 我很浮誇 很驚訝 先喝喝湯 像我們一樣點一個飯 一個麵 一碗湯 差不多耶 它這個湯是清爽的那種耶 裡面也不會有很重的羊燒味 我們就是羊肉 薑絲 然後一點青菜 對 它這個肉很好要 而且 完全不油 清爽 欸那你這碗是多少 這一碗喔 我忘記了耶 等一下附菜單在旁邊這裡 可是我覺得CP值陰藥我選最高 一定是鴿鴿 它這麼大碗 就有夠火花了 這個是我們阿姨 對啦 到底是幾分你就說嘛 你在兇什麼 我會給 板銷銷銷銷銷 4.5好了 真的好吃 然後我覺得很平價 然後 是有點像這個鐵皮 給大家看一下 我跟妳講 桌面整個整個 整個超級超級超級乾淨 沒有的 它算很多店 就是算店面 可是桌上還是油油的 然後整個環境都打掃得很乾淨 這個真的是在地銅飯美食 我已經推薦了給大家 我叫銅飯美食 讚 騎騎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